澳大利亚是中国游客出国旅行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澳洲可不只有雪梨 五尾熊和袋鼠 广大的澳洲大陆涵盖多种气候和地形样貌 因此拥有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观 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物生态 那除了繁华都会的享乐体验 大自然的鬼谱神工也是来到澳洲不可错过的 而悉尼作为其最发达的城市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悉尼歌剧院举世闻名 悉尼的旅游景点让你的旅途绝对可以更丰富多彩 那究竟来到澳洲应该怎么玩呢 这一期我们将带您一起盘点15个澳洲特色旅游景点 让你可以轻轻松松玩算澳洲 大宝礁 那位于澳洲东北岸这片延绵2600公里的珊瑚礁群 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 曾被CNN评选为世界七大器官之一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之中 那出现在各大美景榜单上 那五彩缤纷的珊瑚礁和丰富到惊人的鱼群 让大宝礁成为海洋界的天堂 无论是想浮浅深浅等等 从海里的体验或是漫步在白晶沙滩上的路上体验 甚至是搭乘直升机 跳伞等等 从空中俯瞰等做大宝礁 这里都能让你毫无保留地沉浸在先进般的美景之中哦 废沙岛 位在澳中东岸的废沙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纯沙岛 这里没有过渡商业化的气息 延绵的沙滩 纯净细软 茂密的山丘榆林和壮光的峭壁 也让废沙岛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 有着独特的岛上生态系统及景色 而其中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片沙洲中 如宝石般的湖泊 麦肯溪湖泊 那清澈见底 难道不真实的湖水 一旁还有二战遗迹的残骸 想体验世外桃源 废沙岛一定要列入清单之中哦 黄金海岸 那四季如春的黄金海岸 拥有延绵近60公里的海岸 这里的海浪稳定且完整 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 也非常适合初学者来挑战 细软的沙滩和宜人的气候 下午在岸上来个日光浴最适合不过了 到了夜晚可以去附近的小酒馆小酌一杯 那此外 位于黄金海岸 雨林保护区内的春西国家公园 拥有自然生态相当丰富 如星空般的蓝光虫洞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来体验 四周林立的大厦和百货公司 也藏着不少的美食和激发购物欲的魅力 想体验都市中的度假天堂 到黄金海岸就错不了了 那来到澳洲东岸 怎么能错过雪梨歌剧院呢 那纯白如帆船般的建筑设计 在建成不久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是澳洲人骄傲的标志 那可以深入雪梨歌剧院中 来趟艺术的饗宴 那从景观的餐厅中一览港湾的美景 或是可以搭乘邮轮 从水上欣赏雪白建筑与蓝天相应的美景 又或者是走上海港大桥一睹它的壮丽 360度无石角的美景 来到澳洲东岸不能错过这里 那悉尼海港大桥 那悉尼海港大桥 位于悉尼歌剧院的西边 是悉尼的标志性桥梁 也是地标性建筑 与悉尼歌剧院齐名 那占据了悉尼明信片的绝大多数版面 连接着悉尼CBD中心和北岸 达林港 达林港又名情人港 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悉尼 那是当地具娱乐餐饮和购物与一体的大型休闲区 港口昼夜不分 景色各异 你可以坐在码头边上吹吹海风 欣赏港口两岸的风景 圣玛丽大教堂 圣玛丽大教堂位于学院街 与阿尔伯特王子路的街角处 海德公园的对面 是悉尼大祖教的所在地 被称为澳大利亚天祖教堂之母 悉尼港 悉尼港又称杰克逊港 是一个天然的海港 东陵南太平洋 西街帕拉玛塔河 南北两面是悉尼最繁华的中心地带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港湾之一 更因悉尼歌剧院及悉尼海港大桥 且坐落于此而闻名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简称QVV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被用作办公楼和市场 位于悉尼海德公园以西200米 那距离悉尼市政厅和悉尼图书馆 都非常的靠近 蓝山国家公园 蓝山国家公园位于澳洲东岸 距离雪梨开车约两个小时 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蓝山是一系列高原和山脉的种成 因山上茂密的安树 会散发出游性博物 那在山间聚集 形成了一层薄薄的蓝雾 因此叫做蓝山 蓝山拥有茂密的丛林 那悬崖峭壁和溪水瀑布 孕育数百种动物 以及约千种的植物 其中自然景观以三姐妹封闻名 壮丽辽阔的地貌景观 仿如像是走入了电影场景之中 在这里可以尽情享受大抵之美 带给你不断的惊喜 大洋路 沿着澳洲东南海岸 沿着峭壁海岸线 经历了13年才开出的大洋路 收藏了所有惊人的自然美景 全长276公里的公路 沿途可以看到如湿如画的 岩壁、峭湾和洞穴 那今年累月被雨水侵蚀形成的 石灰岩遗迹 那神秘辽阔的山脉和雨林 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门图石 原是南大洋之中的悬崖 经几千万年的侵蚀 坍塌成为了今日的景观 想来一趟最如史诗般最浪漫的公路之旅 快搭上大洋路 沿路收集大自然的风光吧 塔斯玛尼亚岛 岛上的塔斯玛尼亚国家公园 涵盖了总共17座国家公园 占了全岛面积的20% 但在进入塔斯玛尼亚的国家公园 需要通行证 通行证设有一日通行证 及长达8周的通行证 所有岛上的国家公园都适用 摇篮山连接很多山脉 是爬山爱好者的天堂 可以从高处一览连绵山脉 及山中琥珀的景色 那这里也被列为 世界十大海滩的火焰湾 每年到夏天 都是游客们的度假神地 费尔德山中的罗塞尔瀑布 壮丽的景色 马上带你逃离现实的压力之中 畅游在国家公园中 来一趟不一样的澳洲冒险之旅吧 那卡卡杜国家公园 卡卡杜国家公园 位于澳洲北部的热带雨林 是澳洲最大的国家公园 风雨的雨量和温暖气候 在这里可以看到丰富的地貌景观 茂盛的雨林和峭壁 那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系统 更有万年前 原著祖先们所留下来的历史生活遗址 其中长达五万年的研画艺术 更为卡卡杜国家公园 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艺术色彩 和古老的历史魅力 马上出发卡卡杜国家公园 来趟自然与人文的深度探险吧 那乌鲁鲁在原著名的语言中有大体之母之意 乌鲁鲁鲜用蕴含着数亿年来的故事传说 和神秘的壁画遗址 为他自己增添了一股迷神的气息 来到这块澳洲的心脏 感受古老传说的梦幻 见证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布鲁鲁 布鲁鲁位于澳洲西北角的金柏里区 其中凯布尔海滩 拥有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日落 在沙漠中骑着骆驼 欣赏眼前光彩迷人的落日 那曾经在赤红的余晖之中 也可以搭乘快艇 目睹世界上为二的水平瀑布 激烈冲撞两个狭窄的岩壁 行程高达四公尺高的水平瀑布 那给爱冒险的自己来点新的挑战 走进布鲁鲁体验最原始的疯狂澳洲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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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